工作中你的领导力和才华受到大家的关注 但可能个人的隐私也会被曝光 今天你会用包容的态度对待那些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人 并且会主动去帮助那些曾经受过伤害的人 太阳最后一天在射手座除了三分月亮四分木星以外 没有与其他行星形成任何的相位 可见在追求理想和实现自我的路上有多么的挣扎与孤独 而情绪又受到物质安全感的影响 渴望稳定的生活但又对生活充满了梦想 水星与天王星形成了正四分项与凯隆六分 在谈论自我的时候可能有压力 但会主动去回顾过去 并透过言语去疗愈那些受过伤害的人 水星与天王星形成了 今天我们在地区上正有什么关系的